他压根容不进自己的躯体了 怎么回事 魂魄被动离体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回去 那怎么办 回不去我的身体 难道我要成为孤魂野鬼了吗 小主子 我现在回去战甲里 还来得及吗 想回到战甲里 这不可能了 我乃是天罡十三将之中最帅的 要是就这么成为孤魂野鬼了 实在是太远了 娘亲 我也无可奈何 娘亲有法子 龙大 封印住四方 你要做什么 将这群人的魂魄归位 即便是他都难以做到 月卿尘固然是风轻轻转世 但是他的力量也根本不曾完全恢复 相信我 不可胡来 我不会胡来的 他们是我的家人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这样 他们一日魂魄不回归身体 便随时面临着灰飞烟灭的危险 我会在旁边助你一臂之力 娘 马上 我替你归位魂魄 我已经集齐了三枚黄蜂碎片 虽做不到让死人复生 却能够做到让魂魄归体 娘 你等着我 山尊阁下 您看到了吗 您这么多年来 牺牲了自己所做的努力 没有白费 小主子 真的找到了夫人了 真的找到了 在那一道道强光之下 月卿尘的口中 不住的念叨着什么 当年 她受到神医女王之托 寻找着环魂碎片 神医女王更是在 月卿尘的传承之中 留下了有关操作 环魂碎片的方法 想要活死人 需要集齐所有的环魂碎片 需要一整个 环魂琉璃斩 而想要将人的魂魄归位 半斩 别义成不可